相信大家都看过,铁齿铜牙记小兰这部影视剧吧?里面的反派角色,和珅,是一个最大恶极的大贪官,特别的贪财。而和珅这个人,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。他既会拍马屁,还能贪污贪财,深得乾隆皇帝的宠信。 但是这样无恶不赦的人,却在当时做了一件让后人都受益的事情,那就是保护了名著《红楼梦》的出版。 《红楼梦》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,但是按理来说,这本书是带有讽刺的小说。可是和珅为什么要保住他呢?其实和珅并不是只会贪。 他保读读书聪明伶俐,四库全书就是他担任的总转官。后人总是攻击他的著作。但是当时《红楼梦》也被录进去了。 《红楼梦》原名石头记,因为里面的内容范进太多,很多地方长官都不让发行。但是和珅看到这本书觉得《红楼梦》写得真好。但是范进太多了。 他想办法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除去,然后再给皇帝看。当乾隆看到这部剧作也很震撼。散不绝口。 最后还请了很多学士对《红楼梦》进行编写。乾隆解除了各地方官对《红楼梦》的出版限制。正式发行这本书。一直到现在。 小编觉得《红楼梦》是我国文学界的归宝。幸亏有了和珅做了一件我们都受益的事情。所以他也并不是一无是处。对于和珅虽是大贪官,却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好事。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这个话题你有什么看法?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我。